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一家吃饭 你都不吃饭 老不出口 来成都 一条街您都吃完 哈尔不烂 必须得用鸡汤来煮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闷 香味更炸的炉意 特别的啪 今天我们要在这做一个串串挑战赛 去学这个 独家串串方式 咱们足千不能分开串 特别闷 入口呢还有一些湿水 我给您做个挑战香的最佳搭档的舞搓冰粉 别辣了 一分钟学会 从前一位外国友人来到中国 扬言一年之内吃遍中国菜 第一站便选择了成都 然而三年过去了 却连成都都没有走出去 今天回家吃饭也来到天主之国 成都 这三年都吃不完的美食 将从哪开始呢 绍不中川 老不出鼠 为什么呢 这地方生活太巴士了 别说把一个城市吃完了 一条街您都吃完 现在这条街备热了 这是排队的 我问问这是吃什么呢 凤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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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糯 很啪 啪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特别软 好软 点了什么口味的鸡爪 招牌密质鸡爪 蜜子招牌鸡爪 柠檬鸡爪 柠檬鸡爪 还有咖喱鸡爪 点蜜汁的也会点麻辣的 咖喱鸡爪 我们喜欢吃辣的 您家哪个鸡爪子买的最好 就是蜜汁爪 蜜汁爪 蜜汁爪 我们家招牌 来两个 一定要站上上面 老板娘给我带的这个汁 你看啊 被儿有弹性 吃一口 轻轻一口 全部的肉和骨头都进到嘴里 你要使劲嚼 这骨头都能嚼烂 嘴唇完全被沾上了 但是没关系 我带着您跟老板娘一起学 做这个鸡爪子 走吧 老板娘 我想代表观众呢 来跟您学这个爬鸡爪 OK 没问题 我们首先要熬一锅鸡汤 这是一锅鸡汤啊 对 这是一锅鸡汤 必须得用鸡汤来煮 好 我给大家看一眼 哇 这个鸡汤的话 一般我们是从早上就开始熬 50斤水 三只老母鸡 没有加任何的佐料 它就是清水 然后加老母鸡熬出来的 行了您不用做了 我喝两个汤 那这么多的香料 要搁到我们的汤锅里 是不是要准备一个大料包啊 这个不用 这个我们在做的时候 是要把各种香料按照配比 然后把它盐磨成粉 打成粉状的 我们这个是煮300只鸡爪的 所以大概的话是150克的料 辣椒面 花椒面 胡椒面 白糖 盐 盐 好 然后小米椒 老姜和葱 再帮我拿点鸡精 我今天给您带了太太乐原味鲜 源自一些熟悉的食材 比如什么小蘑菇啊 鸡啊 但是呢 它却能够成就餐桌的美味 好 现在我们基本上调料 佐料就饭完了 你要给它搅拌一下 对吧 搅拌一下 把它搅匀 这个时候香味完全的就 就是这样打开锅 这样让它煮锅 一定要开中锅盖 对 把香道的那个香味全部让它熬煮出来 明白 然后让所有的那个味道 全部都混到这个汤里头 这一锅汤才是煮鸡爪子的重点 尤其我发现这个鸡爪 最饱满的地方 你们知道在哪 就是在它的掌心 对 这个鸡爪的话 首先要先用凉水泡吧 它里面有血水嘛 因为要把它泡出来 然后要把它泡出来 必须得用凉水 不要不能用热水 你仔细看我们那个鸡爪是 对 每一根都是去了指甲的 对 把指甲剪干净了 那是不是该进锅了 有十分钟了吗 对 现在我们把鸡爪下进去 好嘞 搅一下 然后破匀了之后 差不多就可以盖锅盖了 现在我们得把锅盖盖上 要煮多少时间 盖上锅盖之后就不能接盖 一些比较常见的八角 山麦 可以加一点这个香叶 然后陈皮 然后那个桂皮 还有这个千里姜 或者这个丁香也可以稍微加一点 这就差不多了是吧 对 然后在家可以用那个搅拌机 把它打碎 就是打成粉 没错 然后煮的时候 直接用粉倒进那个汤 鸡汤 所以再加错鸡爪子 还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呢 但是呢 三十分钟之后 还不能立马揭开锅盖吃 好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过程 就是闷 还得闷三十分钟 煮完了三十分钟 我们为什么还不能开盖 再闷上三十分钟呢 开了 哇 好香啊 这个鸡爪是富含胶原蛋白的 然后它在煮的过程当中 它里面的胶原蛋白 可能会被煮出来一些 在汤里头 揭开锅盖 可以看到上面有一层 非常厚的油膜 鸡汤里面的油 和那个胶原蛋白 形成的一层膜 它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温的作用 它可以把所有的 就是里面的温度锁在汤汁里面 包括所有的香味 全部锁在里面 就闷在里头了 对 可以捞了 你看 什么叫巴尔的蓝 是吧 而且能看到那个鸡的那个筋 都已经开始 从皮底摇旺外扩张出来了 对 它所有的那个香味 都已经渗透到了 这个鸡法的每一个细胞里面 每一个细胞里面 现在都是香味 哇 特别的啪 而且一定要上面还站着这个星星点点的鸡 这个胶质蛋白和油脂的这个混合物 这个鸡蛋白和油脂的这个混合物 馅的话它的香味更加的浓郁 在城多 您记住 一定要多留住您的胃 因为有更多的好吃的 所以二娘 非常感谢 我带观众感谢您 您教了我们这么好吃的鸡爪爪 我去寻找其他的好吃的 好的 谢谢 拜拜 今天呢我们在这儿呢 就要做一个美食大揭秘的一个活动 对对对 就是大家喜不喜欢吃串串 喜不喜欢 吃串串的时候牛肉谁最喜欢 哇 这么多人 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这儿呢 还会有一个特别的美食大PK的活动 一起来参与到这个互动环境 我看到一个熟人 我看到一个熟的 您好 您好 今天我们要在这儿做一个串串挑战赛 去学这个串串 听不听 这个角色我跟你说非我莫的 有没有信心 那有信心 我不不气 也不不气 嗯 跟我们一起来做一次这样的PK 好不好 太好了 里边请 今天我们请了一个重要的一个裁判 来 我们邀请我们的石大厨 来来来 有请 来来来 石大厨一会儿跟我们看看对不对 开始 第一道题 一只铅铅上有几块肉 开始 一块 一块 反应忘了 大笔 四川人所说的菌干学名是什么 预备开始 真的 开始 真的 真的 这边说的更准确一点 对 对 好 那我们接下来今天的最后一道题 好嘞 有一个小小的揭秘环节 揭秘环节 揭秘环节 在我们在这个锅下面 锅 面前碗中的食物是脑花还是豆花 准确 预备开始 都豆花 脑子 首脑子 一个豆花 这到底是豆花还是脑花 所以说这两碗 咱们都吃豆花 最后胜吃的 就是我们的大力 我接下来让石大厨和大力 带着你去学这个串串 行不行 这可是人家的独特 太感性了 对 人家穿串的方式 你好好得学学 我们其实现在在这家店 它生意特别火爆 所以我们就围出了 一小块地方在这块楼下 但是后边的顾客 非常的踊跃 看得见没有 你哥 你吃串串香的时候 都喜欢吃什么串串 我觉得串串里面牛肉特别多 所以咱们先从牛肉开始吧 那我们来个基本的麻辣牛肉 对 麻辣牛肉片 从选材开始 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个牛肉 当地都选什么牛肉 一定要选这个牛后腿肉 肉质这种紧实摸着油 有连手感 开始切点片 改成这种长五厘米 这宽两点五厘米到三厘米左右 切的牛肉它在工程 这就是咱们切好的一个牛肉片 接下来就腌制牛肉吧 大概一斤牛肉 两个鸡蛋清 这个是不如加蛋黄的 蛋黄的颜色会变 而且它起不到这个嫩的作用 加入蛋清之后 用手跟它搅打这种上劲 让牛肉有一个劲到吃的 它肉有一点花莲 咱们就可以加调料粉 咱们先加入一点料酒 老油起来个蒸鲜 然后花椒面 这个是咱们的香料粉 都有啥呀 这个就是咱们面前摆的 这五种香料 然后打成了粉 这是牛肉里面最关键的一步 所以有秘方的一步 所以有秘方的一步 咱们一斤牛肉就加个十克 其他一个蒸香 玉米淀粉 水分的一个保质 锁住水分 对对对 胡椒粉 辣椒面 一定要用细的 它在上色的均匀 才能裹满这个牛肉 下面咱们就开始用水 跟它搅拌均匀 让它这个调料均匀地裹满 这个每一片牛肉上面 接下来就是加入这个辣椒油 还要加入辣椒油 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 保证这个牛肉的一个色泽度 还有一个保持它的一个牛肉的一个水分 让它更入味这种 太漂亮了 这香味我都已经在旁边流口水 咱们把它搅拌均匀之后 就可以放入冰箱冷藏半个小时 放个小时 方便它入味 好嘞 我帮您个冰箱里 行嘞 好嘞 这是咱们这个菌干 这种筋膜 严重地影响着咱们一个口感 还有一个腥味 这是要去掉的 对这是要去掉的 就靠一个字撕吗 来吧 咱俩一起撕吧 别让大主意一人干 就是拿手指都站住它 然后轻轻地叠叠 看见了吗 好 一个非常完整的下来了 对 好 起火 吃好了 热别的干净 切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变蝙蝠这种 修整一下 对半 切开之后它才方便入味 原来我们吃的入味这么精细呢 那小片都不要 对 好嘞 那菌干不用腌了吧 这必须要腌 必须要腌 咱们就开始腌吧 料酒 蚝油 食盐 花椒面 香料粉 辣椒面 胡椒粉 搅拌均匀 您记住了 这个不加淀粉 不加蛋清 后面加入 红油 把它搅拌均匀之后 咱们就放入冰箱 半小时后我们就可以串串 放冰箱去咯 咱们应该先拿一个菜 喜欢吃折耳根 就我的最爱 对 然后先跟它 把牛肉折着 然后跟它一卷一卷的 慢慢慢慢这么卷过来 拿着竹签头 这么穿过去 穿出来一点 咱们穿两根 要穿两根 稳定它 穿到这个长度就差不多 因为算了锅底 浅了 然后没法烫着 大概两厘米左右的地方 咱们竹签不能分开穿 因为你这肉穿 眼着穿多了 肉就容易 好 金根 它不是有两半吗 穿的时候 咱们可以选择 切口这一边穿 从肉的那边穿 对 别从那个有筋的那边穿 好 好 今天咱们吃的都是自己穿的 哇 自己弄少风衣足食 终于穿完了 吃之前我先问您个问题 您知道吃穿餐箱的 最佳搭档是什么 最佳搭档 最佳搭档 什么叫冰粉 冰粉 冰粉 今天我给您做个冰粉 让您试一下 那大厨您给我们打锅去 好好好 那我先去打锅里吃了 好 好 今天先教大家怎么来手搓冰粉 来吧 开始做吧 冰粉 其实也就是我们的甲酸浆子 来 我们先把它装起来 来 它是一个原材料 它一水一搓 它就可以吸出大量的这种果胶 这个大概装多少 我们自己家里吃的话 50克就差不多了 把它系上是吧 把它系上 然后我们大概准备了这个1750克的水 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冰粉紫泡在里面 一定要完全浸透了 水一定要没过这个冰粉紫 要不然的话它会上面起气泡 在我这儿看来真的以为 它一直在洗一件衣服 洗衣服 我发现这个冰粉的这个籽 经过泡完了之后 它现在已经开始变得软和了 而且它的胶质在慢慢地渗出来了 对 它感觉黏糊糊的 这水也变黏了 颜色开始慢慢也得变黄色了 好嘞 米哥你看 这就揉好了 这个是食用熟石灰水 随便倒 然后用上面现在成型的一层 把它放到里面当凝固 使用上面那一层水 对 然后把它搅拌一下就差不多了 就放在旁边 快的话半个小时 慢的话一两个小时就OK了 这么看还是挺简单的是吧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普通观众如果在家里 买不到这个熟石灰水怎么办 所以有个更简单的方法 一分钟学会 一分钟学会 那就是用冰粉粉 这个冰粉粉就是在超市就能买到 然后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打开以后 先把冰粉粉倒进去 然后一定要用85度以上的开水 浇一下 搅匀一下 可以了 再过几个小时 三个小时差不多 冰粉呢都已经做好了 一个是刚才我们用手搓出来的 另一个呢是踢出来的 先尝尝搓出来的吧 咋样 特别的丢弹 稍微有一点点的那种绵绵的感觉 也非常的谈 如果在家里没有时间做这种传统的 其实买一包冰粉粉来做也还可以 也还可以 也还可以 最后一步就是去调味 现在我们就一定要把这个红糖水给加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 颜色这个好看 加点葡萄干 花生碎 山椒呢它是增加一点酸的口感 瓷巴其实也是在我们瓷巴冰粉中经常有的 瓷巴冰粉 小汤圆 红豆 加牢糟 然后也可以放点自己喜欢的水果 西瓜是我最喜欢的 怎么样 美不美 特别好看 我开吃了 别呀 等等 就都串串一起吃 对 大厨说了 这个跟串串搭配最好吃 那走吧 走吧 走 先坐 米哥你这个吃串串香都一般吃什么碟 我今儿来干碟吧 其实我更想吃这个油碟 在成都吃串串香是必备的一个 这边有小葱 香菜 蒜 花生碗 小米辣 咱们串也差不多了 大厨 您先来 那像这种串串 多长时间吃合适啊 咱们牛肉的话因为质地比较嫩 就是三十秒左右 三十秒 对对对对 赶快来不及了 快 牛肉特别的闷 入口呢还有一些汁水 你越嚼越香 来口冰粉哦 也辣哦 太好吃了 这就是我们穿的这个菌干啊 又嫩又脆 太好吃了 哎呀 太撑了 今天呢我们吃了 鸡爪串串香还有冰粉 哇 这只是三年要吃的那些美食当中的冰山一角 想要把蝶都吃完 这个任务太艰难了 哎 但是没关系 现在呢 先吃这么多 我在城路的街上走一走 呜呜呜呜呜 N� стоит 仓哪个人